戴笠147 享路飞飞博奖 入夜 戴笠仍然准备住吴泰勋家里 等工作布置完毕 驱车到吴公馆时已傍晚 在客厅里两人寒暄一阵 戴笠突然记起一件事 问道 泰勋兄 上次我托你办的事办了没有 吴泰勋说 啊 我正要向你汇报呢 见你忙 一直拖下来了 哦 这么说你找到他的证据了 找他的证据岂不是小事一桩 于农兄 对部下你不要只看谁善于奉承八戒 一般八戒奉承的都是别有用心的 这个我知道 无往今来善于八戒的人都不是好的 但就是看着顺眼 不光我 就是几多姬王将相也喜欢 你倒是说 马汉三到底干了些什么 吴泰勋道 还能干什么 全是贪呗 是不是利用素奸大权向汉奸敲诈勒索了 吴泰勋点了点头 如果仅是这样 那宇农兄也太低估他了 我听他手下人透露 马汉三说 上海结收在前 给他留下了很好的经验 杨延搜刮比上海更多的财物 什么车子 房子 不知道抢了多少 更高明的是 他将没收的财宝据为己有 彭说别的 光三尊纯金的菩萨就价值连城 据他的亲信刘宇珠说 这三尊菩萨每尊十世金 并且年约久远 文物价值更是无意计算 戴笠听得 张嘴嘖嘖道 老子非整死他不可 没用的 你抓不住把柄 一旦你知道了是谁向他发难 他一口小定 是对公家保管 戴笠咬着牙说 这一只狐狸 吴泰勋见戴笠气羞羞的样子 忙对庭外叫道 娘子 过来陪雨农坐坐 吴泰勋听外面答应 才起身 雨农兄 坐久了 我出去办点事 戴笠起身送走吴泰勋 吴七随后进来 揽着他的腰撒起胶来 戴笠嘘了一声 吴七会议 转身将门关上 回头说 这么长时间也不能看我 是不是和哪个狐狸行好上了 戴笠搂着他坐在沙发上说 就被你这只狐狸精给迷住了 离开几天 这回又舍不得你 吴七用手指着戴笠的鼻子说 讨厌鬼 就会骗我 戴笠轻车驾熟的与吴七拥抱 启一闹 第一个回合过去 两人靠近稍是休息 戴笠摸着吴七的头发说 太勋熊是个好人哪 最善解银翼 你嫁了这样的丈夫啊 这是前生修来的福分 呸 我才不稀犯这个福分呢 把我当成一片物品 随意送给朋友 这只能说我和他亲密无间 连老婆都可以共用啊 这你就别臭美了 吴泰轩这不是傻瓜呢 他把我送给你 你知道他多了多少好处 比如这次他借别人的权利 救了天津砧板公司总经理 黄顺博和一名姓周的汉奸医生 就发了一大笔财 这有什么丢脸的 是应该让太勋熊发财 这就是哥德其所嘛 聊了一阵 很快聊出情欲来了 戴笠正要造势 吴泰轩在文脉敲门 说道 哎 于东兄啊 有急事 有人找 戴笠顿时激情一落千丈 极其不情愿的站起来 打开门 秘书黄天麦说 抱抱戴先生 委员长来天津了 戴笠一惊 顾不上向吴泰军夫妻告辞 忙奔上车去 问道 他来干什么 现在在哪里 黄天麦说 在我们办公地点 吴佩福公馆等你 具体什么事不清楚 但是他似乎不高兴啊 戴笠忐忑不安地 来到吴佩福公馆 果见蒋介石 铁青着脸等他 此时天已大黑 书房里电灯全开着 名如白昼 戴笠进门行李道 报告校长 于东迟到 请恕罪 蒋介石坐着一动不动 只是N了一声 脸上的肌肉不动 戴笠想来想去 都认为自己工作 无懈可击 戴局长 蒋介石开口了 戴笠的身子 下意识抖了一下 曹汝林 你是怎么处置的 戴笠一惊 心想 蒋介石果真是 鸡蛋里挑骨头 鼓起勇气道 软禁了 蒋介石突然一拍桌子 弄倒 大胆 你凭什么软禁他 戴笠说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领过 伪政府的薪金 所以 蒋介石不停地 拍着桌子说 烦了 烦了 我准你放屁了 别人说你 弄权做事 独断专行 很多时候 我还是替你辩解 没想到你 果然善权专断 连我下令去掉的 都要软禁 真还了得 戴笠捶手而立 不再吭声了 任凭蒋介石叫骂 蒋介石骂够还不罢休 命令道 不管曹汝林现在情况如何 你马上送他回去 当面向他致歉 送他回去 已经不得了了 还要当面表示歉意 这岂不是要自己难堪吗 然而 戴笠只得照办 夜里 戴笠辗转反侧 通宵未眠 心里不仅闷了气 更认为 蒋介石有意 这样发现内心的怨气和不满 昨晚送朝乳临时 那句道歉的话 无论如何也说出口 对于一个汉奸 面子上说什么过得去呢 可蒋介石有缘在先 不道歉 查出来 还要整治他 肚子里窝了火 越想越不是滋味 次日戴笠又被蒋介石叫到劈头又骂 昨晚我一夜没睡 曹汝林是不能算汉奸的 你这样对待他很不公道 说明我们的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 戴笠强忍着不吭声 蒋介石看了他一眼 你再去曹公馆一遭 代表我向他表示慰问 戴笠终于忍不住了 惊讶到昨晚我已向他表示歉意了 你聋了 我说的是慰问 不是致歉 这是两码事 滚 我要你去 你就老老实实去 啰啰嗦嗦 问那么多干嘛 戴笠转身走没几步 又被蒋介石喝倒 清楚了没有 是代表我慰问 致歉 他没有落水 表示他的民族气节 这一回 戴笠被弄得狼狈不堪 曹汝林却激动得热泪盈眶 回到吴太勋甲 毛仁凤已迎了出来 说道 诶 雨农为何发怒啊 戴笠也顾不上毛仁凤为何来到这里 气愤道 我处理了曹汝林 校长拿着这个大作文章 又是让我道歉 又让我慰问 弄得我面子丢尽 下不来台 其实我也没什么大错 校长虽未将他列入大汉奸名单 但并没有直接指明曹汝林就不是汉奸 可以不经法院处理 况且 我又没有逮捕 也没有关押 只是请他赞助一段时间 何必如此大作文章呢 两人边走边说 进了客厅 吴太勋听了 插嘴道 这说明委员长跟雨农过不去吗 毛仁凤听得明白 是关于曹汝林的事吧 这可就巧了 他刚被雨农软禁 国民党北平党部主任委员许慧东 致见校长 要求将曹汝林释放 校长收到这份电报 提笔在电报上批了 昏庸两字 就把他放到一边 我刚从重庆动身 不知怎么的 这事 被许慧东的政敌发现了 以包庇汉奸 而出总裁震怒罪 加以攻击 并由国民党中央 以免职 而且 这事校长是最清楚的 一边允许将保曹汝林的许慧东免职 一边将关押曹汝林的宇农兄折腾一番 这意思很明白的嘛 戴笠一听 更加震怒 可又无可奈何 只是在室内背着手 夺来夺去 吴泰勋知道毛人凤远道而来 一定有急事 告辞道 你们的屋里聊 我出去有事 带吴泰勋出去 戴笠才把毛人凤叫到面前说 山鱼 你什么时候来的 可有急事 毛人凤说 十万火急啊 我不能不来 戴笠一惊 一屁股在毛人凤旁边坐下 抓着他的肩膀说 什么急事啊 是不是校长开始对我猜忌行动啊 毛人凤点了点头 黑猜忌行动啊 就是 我看这个 特色 我们看这个 东西 带路 我看这个 带路